第一年看花 第二年看夜 第三年看盆 为啥兰花活不过三年 都说兰花不好养 有人却能让兰花活上一百年 他是谁 他又用什么奇招养出了高档兰花 科技院马上播出 你好 欢迎收看科技院 今天想跟您说的这种花 它一旦上市就会创下天价 您看现在画面上这一盆花 猜猜它大概值多少钱 要说这个花上万元或者十几万元 就应该不是小数目了吧 可是告诉您 这盆花的价格是一千二百万元 那么到底它是什么花 怎么会这么贵呢 价值一千多万元的奇花 名字叫做素冠河顶 是兰花的一种 说起兰花大家都知道 就是叶子长得像韭菜的那种花 可就是这种花 前些年屡屡创出天价 除了素冠河顶 还有玉海棠 卖价是十到五十万元一鸟 桃园三间鱼 六十万元一鸟 新海别 八十万元一鸟 大唐凤鱼三百万元一鸟 金沙树取四百万元一鸟 反正呢 每隔着一段时间 市场上总会冒出一种天价兰花来 花开的是越来越奇特 价格也高得越来越让人心跳 兰花也叫兰草 小小的那么一盆草 怎么就那么值钱呢 其中可能有商家的炒作因素 但更重要的是 天价兰花都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奇特品种 市场上独一无二 物以稀为贵 价格也就上去了 那么天价兰花是怎么来的呢 带着这个问题 记者来到了我国重要的兰花产地 福建连城 饶春荣 是连城兰花的学科带头人 他靠兰兰花成为我国十大著名花卫企业之一 也凭着多次种出新奇特的兰花在全国文明 老饶介绍说 天价兰花都是自然选育加上人工培育出来的 不过要想培育出新奇特的品种 首先得看你能不能打破一个不过三的魔咒 一年是花 二年是叶 三年就浪浪浪的 明年是什么都没有 这个空盆了 看破 兰花养不过三 意思是说 兰花活不过三年 好好的一盆兰花搬回家 头一年看花 第二年看叶 到第三年就只能看盆了 兰花不好养 天价兰花是怎么来的呢 是从活了很长时间的兰花里悬育出来的 起码得活三五年以上的兰花 才能够成为培育新奇特品种的母本 这也正是他们价格昂贵的一个原因 但是三年是个坎儿 有经验的人才能够养上两三年呢 没有经验的人 甚至连三个月也养不活 那么这兰花为什么不好养呢 是不是太娇气了 专家可不这么认为 刘青勇长期担任中国兰花的主编 被誉为中国兰文化态斗 兰春荣经常向他请教兰花的问题 刘青勇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告诫兰春荣和那些喜欢兰花的人 兰花是好养活的 我有一次兰花放土 几十公分的一大堆留在那里 有一天发现突然有一个牙上来了 这个牙那里来来 一爬一爬 二三十公分底下有一个兰头 出来的 他还是要求生存 还是想活着 之所以兰花很难种 种死了 都是你人把它搞死的 按照刘青勇的说法 兰花很想活着 可是人们养着养着 它就死了 其实是人把兰花给弄死了 可是养兰花的 谁舍得把花给弄死呢 辛辛苦苦照顾它 都是盼着它开花的 谁也不想养着养着 就只能看个盘了 兰花生命力既然那么顽强 又怎么会陷入养不过三的魔咒呢 兰花的生死之间 到底暗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饶春蓉 因为兰花干枯的时候 都是从叶子开始的 饶春蓉就先从叶子上 动起了脑筋 是不是这叶子太细嫩了 不禁折腾呢 可是养过兰花的人都知道 兰花叶子是很坚韧的 甚至可以当刀使 不信 切块豆腐您看看 俗话说刀切豆腐两面光 用兰花叶子切的豆腐 两面也都很光滑 兰花的叶子不只能切软的豆腐 还能够切硬的纸 随便一张白纸 对折之后 用兰花的叶子照样切得又快又整齐 兰花的叶子看似柔弱 狮子刚刃 金折腾还抗病虫害 用夸张些的话说 百毒难侵 百虫不敢咬 一年四季 它都那么挺拔翠绿 人们喜爱兰花 不只是为了看花 也是为了赏业 领悟它外柔内刚 一身清气的韵味 狼勇世青 世青就是神清 韵清 色清 气清 就是清净之气 很清雅 清是一种境界 思想境界 也是生活的境界 君子之风 三高垂长 外柔内刚 一身正气的兰花叶 为什么会干枯呢 饶春蓉不断的摸索着 最后从根上找到了答案 这个叶子有点枯萎了 这说明什么东西呢 就里面底下的根肯定不好了 根先坏 后面才坏叶子 倒出来看看啊 这个根全部是黑了 烂了 好兰花的根是什么样的呢 好的根 我一看就知道 你看看这些根都是好的 所以为什么知道是好的呢 你看这个叶子 又完完整整 就没有一个什么断叶了 叶子都很完整 我们随便打分出来 这个叶子 其实比较完整的 很少那种断叶 那这种呢 这根系肯定好了 全部都是根了 就成一团了 健康的兰花根 比较粗壮结实 从外面到里面 都是白色的 而坏的兰花根 软塌塌的 颜色发暗 轻轻一扯 皮就掉了 表面看起来 是兰花的叶子先干枯了 其实是根先坏了 叶子的营养由根供应 没了根 兰花就从底子里虚透了 如同灯油燃尽 灯也就灭了 兰花的根 为什么容易坏 究竟怎样才能养好兰花呢 饶春荣 试图从古人的研究成果中 得到启示 历史上 第一位研究兰花的 是大思想家孔子 孔子早在2400多年前 就评价说 兰花有王者之乡 孔子他说过 兰当为王者之乡 寸心缘不大 它有的许多乡 很有这里意味 小小的一朵花里 竟然包含了那么多的香味 孔子 第二位系统研究兰花的大家 夏天不能直晒 秋天不能干燥 冬天不能多浇水 可是大多数专注都集中在如何养兰上 很少有人研究 兰花做母本 这也就是过去很难出现 兰花新品种 有了新品种 容易被炒成天价的原因 饶春蓉从古人的研究中 得出一个结论 按照传统的栽培方式 永远走不出 养不过三的怪圈 必须找出 主宰兰花 生命密码的源头 改变栽培方式 他想 既然兰花死是根先死 何不把目光盯在根上呢 这个思路的转变 让他很快找到了 根部隐藏的秘密 首先 兰花的发芽率很高 一颗苗 一年就能够发出一个芽来 他这个兰花会 一秒会变两秒 两秒变四秒 四秒会变八秒 变十六 十六变三十 这样子 兰花多活一年 就能够长出一倍的新苗 活得越长 兰花越多 就越容易出奇花 因为兰花善变 植物学家 观察这近几百年的兰花 兰科植物生长的状况 发现兰科植物 这几百年来 也是所有各科植物中突变 变异最多的一种植物 神鬼莫测 变化无穷 兰花善变 专业术语叫做走 兰花有三走 走花 走色 走形 比方说 这种绿绿的叶子里 竟然走进了花瓣的颜色 看叶叶 看叶也如同看花 原本尖尖的竹子叶形的花瓣 竟然走成了 竟然走成了荷花 竟然走成了荷花型的花瓣 赏兰花又如同赏了荷花 这些就都是齐花了 一旦上市 就会创下天价 宿观和柄等 齐花 就是这么来的 让兰花多活几年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养兰花的人都知道这个理 也都在想方设法的探索着 可真正探索出过 明探来的人并不多 饶春荣是比较幸运的一个 因为他有两个重大发现 兰花难养 齐花难求 可饶春荣不仅打破千年魔咒 还培育出了天价兰花 他究竟发现了什么 科技院继续为您讲述 饶春荣的第一个发现 就在兰花的根上 他注意到 只要兰花的根由白变黑了 就活不长了 兰根开始就会影响 这个叶面的美光 它叶慢慢就会一直枯萎 一直枯枯枯枯 这个展示就很不行了 历史上 人们更关心的是兰花的欣赏 注意力都在花和叶上 很少有人去关注兰花的根 饶春荣就觉得 兰花的根里有学问 他开始一门心思地 研究起了兰花的根 一次倒盆的时候 他发现有一盆兰花里 其中的一株苗的根 已经烂了一多半了 照理说 根坏了 叶子应该变黄了 可是叶子仍旧是碧绿碧绿的 这说明 肯定有别的根 给它提供营养 饶春荣索性把它切开了 这一下找到了达尔 兰花的炉头之间 有一根旗带连着 它因为是连体啊 营养相互调剂 兰花下面都有一个炉头 根吸收的营养 首先要注存在炉头中 再慢慢地供应给叶和花 炉头之间有旗带连接着 过去 饶春荣一直以为 这是一条横着长的根 切开后它明白了 横着长的这部分 其实就是兰花的臍带 它能够在炉头之间 互相传递营养 饶春荣由此受到启发 给兰花分苗的时候 保留两组臍带 会不会更好养呢 一组兰花中 谁是爷爷 谁是儿子 谁是孙子呢 看苗就知道了 颜色深的这个就是爷爷 后面挨着的就是儿子和孙子 三代之间有旗带连着 只要有一株苗的炉头里有营养 三代之间都可以共享 兰花的成活率就有了很大的提高 不过要想让兰花活过五年 光是有这一步还不够 饶春荣不断的摸索着 直到有了第二个发泄 2000年 饶春荣的公司要搬家了 在一个墙角杆栏里 他注意到 一盆无人照料的兰花 起码活了十几年了 无人照料的兰花 居然能够活这么久 还能活得这么好 而自己辛辛苦苦照顾着的兰花 却活不长 难道说兰花不喜欢过富足的日子 而喜欢过清贫的日子吗 这个问题一冒出来 把饶春荣自己也吓了一跳 因为千百年来 人们对于兰花无不是娇生惯养 捧在手里怕热着 养在盆里怕冻着 专选细土 专选精肥 盆里育助温室 细致的不能再细致了 饶春荣暗自思量着 这样做会不会不对呢 他仿照那盆老兰花的环境 开始了放养兰花的试验 原来以细土为主的机制 被新配方的机制代替 新的机制是由浸泡发酵的树皮 花生壳与砂石等组成的 兰花爷爷 儿子 孙子 三代同时入盆 机制放好后 把盆上下蹲结实了 浇透一次水 少则十天多则半个月不管它 饶春荣要把好花穷着养 又是石子又是树皮的 没有营养也存不住水 这些幼嫩的兰花可怎么活呢 别着急 看到花孤独上这些水珠没 仔细看 饶春荣观察那盆老兰花的时候 也曾经发现过水珠 开始的时候 他没往心里去 可日子久了 就觉得不对劲了 没浇过水 哪来的水珠呢 后来他想明白了 这可不是单纯的水珠啊 也就是有点水分 吸收一些空气就能活了 它这时候将会调剃这个养分 它主要是空中这个起荡 饶春荣讲明白了 兰花是进化等级很高 生存能力很强的植物 它不只能用根从土壤中 吸收水肥营养 还能够用叶和花 从空气中吸收水和蛋 养兰花的过程中 只要少量给点水和肥就行了 过去养兰之所以难活 主要是水肥大了的缘故 这也正是专家所说的 是人把兰花折腾死的道理 控制好了水肥 兰花就可以活上很多年了 一直会长 可能会长到一百年两百年 它都还会长 即使这个老叶枯了 它也还会磷养 兰花活得越长 发出的新苗就越多 饶春蓉的育苗基地 扩大到了两千多亩 种苗基数大了 出奇花的概率也就更高了 饶春蓉每天留心观察着 2008年 它终于发现了几盘特殊的兰花 经过精心培育后 果真成了难得一见的奇花 核棒花 就是核花的形态 跑到兰花这里来开 特别帅气 几百万秒里面 才能找到一株典型的核棒花 兰花的奇花 就是比普通的兰花花多大 形状或者颜色特殊的话 饶春蓉新培育出的兰花 都具备这样的特点 因为育苗基地不远处 是观寨山 饶春蓉给它们命名为 观寨系列去兰博会参展 其中观寨朵云 一举得得金奖 成为当年的奇花 此后 饶春蓉又培育出 连城系列的奇花 正当人们私下议论着 老饶会以几百万元疫苗 来出售他的一系列奇花时 饶春蓉却给出了俩字 不卖 这让兰花界大跌眼镜 饶春蓉小的时候 家里生活很困难 靠自己挑着担子 卖兰花补贴家用 一家人才过上了好日子 千辛万苦 好不容易养出了高价兰花 随便卖几盆 就可以赚大钱了 他为什么又不卖了呢 因为连城市委 想在兰花上大做文章 在我们整个连城的 这个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方面 我们今后把兰花 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资助 来进行培育 来推动我们整个农业结构的调整 连城人喜欢养兰花 很多人也靠养兰花 来增加收入 饶春蓉培育出了 大量高品质兰花的事传到市里 市里很快做出决定 扶持兰花产业 以龙头企业带动农户 加快产业化发展 听到消息的 饶春蓉兴奋不已 他早就知道 近几年韩国日本 及东南亚一些国家 也越来越重视兰花的研究和利用 饶春蓉心里 早就憋了一口气 兰花是原产于 我国的名贵花卉 我国的兰花产业 最有条件走在世界前列 他把自己培育出的高档兰花 全部留了下来 用于繁育和应用研究 让我国的高档兰花 向产业化发展 走在世界前列 这是饶春蓉的梦想 更是上百万养兰人的梦想 有了高档的品种 再加上科技的注入 我国兰花产业的发展 必将迎来又一个高峰 好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发送到1066-33556 索取手机报 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以及农事网和科技院栏目的 官方微博微信和移动客户端 去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我也会与您互动交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